好那這一點重要我們要講的就是怎麼樣讓你的免費專業的部落格 在Google或是Yahoo的搜尋情或是其他搜尋情上面容易被搜尋到的方法 首先我們看一下在你的文章裡面 如果你一般訪客閱讀完文章之後 如果能夠在你的網站上停留時間越久的話 對你的網站被搜尋度SEO的效果是會更好的 所以在文章的閱讀完畢之後的底下 最好要有相關文章像這樣把它開啟這個相關文章功能 所以訪客就可以看到這個相關文章 大圖他看到這個圖片是他有興趣的 還有他的主旨是他有興趣的 他就可以點擊該篇文章點進去 然後這篇文章底下還是有出現另外三個相關文章 那這個相關文章為什麼會出現呢? 主要就是因為他們的類別是相同的 就是說這篇文章裡面談的跟這三篇文章裡面談的 他們都是同一個類別的文章 那這個類別就是當初你在新增文章的時候自己去歸類的 譬如說這是旅行類 所以他就會出現跟旅行類相關的文章 這個是讓訪客停留在你的網站更久的方法 第二個很重要就是這個SignMap SignMap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流量的地方 SignMap就是讓你的網站提交鎖引 讓那個搜尋引擎進行鎖引 你的網站地圖已自動傳送到所有的搜尋引擎提供鎖引 所謂的這個網站地圖就是我把它點開看一下 這個網站我把它點開看一下 這個就是他的網站整個SignMap就是網站地圖 也就是他的索引 就好像一本書的目錄 然後他的索引這些程式碼呢 就是會告訴Google或是其他搜尋引擎說 我的網站的架構整個是長這樣子 那他是自然生成的 所以你不用理他到底是程式碼是怎麼寫的 你不用理他他會自動生成 而且只要你新增文章的時候 這個SignMap就會自動去增加 新增一篇文章 你看他的每一篇文章的網址都有列出來 所以將來你不用再自己去研究說 我怎麼產生這個SignMap.xml檔案 你不用管他 只要你之前的這個 我們之前講過的這個網站 你都設定好之後 你在這個blog裡面 你只要不斷地去新增你的內容 你的content 寫文章啊 放照片啊 放影片啊 那他會自動提交到搜尋引擎 去進行搜索 進行鎖引 所以你的網站如果文章越多 你被搜尋到的機率就越大 那這一部分呢 只要按照我們前面的設定去做 他會自動生成 不用理他 這個是Wordpress.com這個網站 他免費就已經提供功能 所以這個非常非常棒 再來就是他還有這個加速行動版網頁 AMP 如果你有聽過AMP的話 或者是你在其他的那個SEO的教學 他提供 只要聽到AMP 他的意思就是說 讓你的行動版的網頁速度更快 就是手機板啊 你的手機板看到你的網頁這個速度會加快 那這個Wordpress.com的這個網站 他提供了這個免費加賬的這個平台 就已經內含AMP的功能 所以他可以改善你的網站 在手機上平板電腦上載入的速度 那速度載入的越快 對你的SEO的效果就越好 所以在SEO裡面啊 就是像Google他會去判斷你的網站 展開的速度是快或慢 那如果我跟你的網站來比較 我的載入速度比你快 那我的SEO就會比你還要拍 自然排序就比你還要前面 這個是SEO裡面的一個蠻關鍵的 因為他會覺得說 你的網站很順暢 那使用者的體驗就會好 所以他就幫你排在前面 所以這幾個功能呢 都是我們在教學裡面有講到的 可以加速讓你的網站的曝光率 用於拉高的方法 還有底下這個比較複雜一點 就是網站驗證服務 網站驗證服務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官方他講的 您的博客也就是部落格 隨附的網站地點文件 可用於支持該協議的每個搜尋情 包括Google Yahoo Beans.com和其他站點 每次更新或刪除頁面或帖子的時候 就是貼文的時候 Wordpress.com會自動向搜索引擎發送更新 如果您想了解有關該供應方 那所以我們剛剛已經講到了 只要你使用這個系統的話 這個我們照我們之前講的方法做 他就已經會自動通知每個搜尋引擎說 我的文章有更新喔 你可以來抓我的文章這樣 那如果你要將自己的站點地圖就是SideMap 添加到Google Search Console 就是Google的搜尋控制台 則需要使用Meta標記選項 通過Google Search Console驗證您的網站 驗證您的網站 這個比較複雜一點 我們稍後會再講這個 驗證您的網站就是說 我要把這個程式碼貼進去 每個人都可以去產生他自己的這個程式碼 譬如說這個驗證碼 譬如說我要貼到Google裡面 這一串驗證碼 那每個網站會有他自己的驗證碼 那你看一下我們這個網站裡面 你就是要去取得這個Google的驗證碼之後 然後貼到Google這個欄位裡面 貼到這個欄位裡面 那我們下一節就會再來講這個東西 那這些東西都做好之後 其實你的網站只要 你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每天去新增文章 只要有空就去新增文章 這個我們一直在強調內容創業內容行銷 所以你只要照著我們的方法去寫文章 你的這個網站的流量 將來就會慢慢的慢慢的拉高 而且是自動的被搜尋到 完全是免費的流量來源喔 就這樣囉 好